歡迎大家回到動漫戰隊的第二節 我們今集都是講回四月的新版 我們第二節的第一套就厲害了 important 我和軒哥都玩這款遊戲的 尋不算了 說完自己尋不算了 超異域公主連結的動畫版 即是公年 公主連結 終於出動畫版了 其實這套本身說動畫版都說了一段時間 遊戲裡面也有很多動畫的CG 那些畫都很精美 所以他出動畫化 其實我本身完全沒有什麼擔心 因為他本身 其實拿回原本遊戲裡面的剪刀機 這樣賺出來 我根本就收播了 這款遊戲的動畫多的程度去到哪裡 他每個活動都有動畫 每個活動都有自己的動畫 有OPED 說回這套東西 我現在看了三集 有些人就說 為何這畫這麼冷靜的呢 我自己就看得非常開心 雖然第一樣我自己就沉了船 我喜歡公年這些作品 但是接受到他崩畫的原因 不是因為公年的 即是因為他們本身是遊戲的朋友 是因為那些崩畫崩得很熟口熟面 很有親切感 即是看到就很開心 然後軒哥就畫到哪個人設 哪個動畫的製作 監督系列構成 和音響監督就是金奇貴神 簡單來說就是美好世界的那個 所以那些畫 與其說崩根本就是美好世界 我們就改了一個名字給他 我們現在就叫這種畫風 就不是叫崩畫 我們叫了這種畫風做 開心仔畫風 開心仔畫風 這畫風真的是為開心 即是你一套歡樂的作品 加上這隻畫風是更加歡樂的 美好世界真的就是大家看得這麼開心的 他是成功令到這種畫風變成他搞笑的一種手段 即是人物要揮臉的那些 即是叫做面目爭鳴的那種 其實算是顏藝那類 即是他會安排了一些角色 是做顏藝的擔當 即是今次就是摺頭包王黑貓 是 這套作品我覺得它是混合得挺好的 即是配合這種美好世界的 這套作品我覺得是配合的 即是配合遊戲本身的我的印象 簡單說一下這套 一開始就是有個男主角失了益 失益的 又說我覺得他根本是失智老人 失智加失益 即是他老功能受損等等 都很糟糕了 應該算是女神 派了一個近身示威侍蟲給你 就是可口羅 可口羅 應該是把自己的 這套是俗稱來的 但軒哥剛才有滴口水 沒關係 你不要冤枉人 我一滴這個字已經說少了 你後面就老冤枉了 可口羅是他的近身示威 包括照顧他的所有生活所需 即是幫他換片差不多了 說明 給他一個銀子買東西吃 他就直接吃了一個銀子那些 想吃而已不要吞到 是去到這個程度的人 另外他們就遇到女主角 貪客沛河 見什麼都吃 參加大衛衛王 但是吃了幾百碟東西 出去打怪就不是為了吃那隻怪 哈哈哈哈 他跟Mapuru一定很聊得來 很喜歡吃 之後也加了一個 剛才說過的摺頭霸王 Calu 貓 這幾個角色他們組成了一個工會 叫美食店 很明顯是吃的 那他們就是很開心地出去冒險 打怪吃的一個工會 那就是講他們的生活 當然也有他的主線 但是看這套東西 我覺得很開心的地方 無論他一些遊戲的彩蛋 甚至是本身這套動畫 像剛才大鑊那樣說 那種很特別的表現手法 開心仔畫風 開心仔畫風 令到看這套是很開心的 包括可可羅 一看到幼樹 那種的表情是非常可愛的 是 朱犀 你在做什麼朱犀 他這個樣子本身是遊戲裡面沒有的 是這個動畫裡面加進去 那我覺得就做得挺有趣的 挺好 那如果說回遊戲裡面自己的 角色 很多都在動畫裡面出現過 暫時看起來都可以 就是在一些逛逛的時間 他就會用一些美好世界的那種畫風 就是比較輕鬆一點的感覺 但是去到一些打位的時候 你就看到他的預算就在那裡了 即是美好世界那樣也是 那時候惠惠的魔法陣都這麼厲害 但美好世界只有魔法陣那裡而已 還有背景 是的 但這套東西 真的由OP 去到他們打的那些位來講 我覺得真的落足心思去做 即是擺明給你看 就是我怎麼會賣錢 我專門的 CYGAME就跟他說沒錢 你剛才那句話好像趙先生 雖然那種畫氣味 其實我特地就是說這句 CY本我還沒錢 這套東西的戰鬥畫面是非常華麗的 雖然他的人物的設計和畫 未必是跟遊戲人物一樣 沒得比的 真的沒得比的 那些不同風格 你沒有說比漂亮的風格 那些風格都沒有不同 甚至那些閒事 例如不知道第二集還是第三集 這個食擊之靈的劇情 第三來的 第三 你看到例如其他的一些女國出場 你覺得是有點崩 但是我覺得又沒去到很討厭的地步 看一些畫面表現得很細緻 有些蟲 煮出來的蟲 是很細緻的 我相信第一集 我已經覺得很好笑 因為他打蘑菇 打蘑菇那段很好看 有些人我覺得整件事 在《Mail 世界》都覺得 比起那種歡樂感是很近 有個蘑菇仔走出來 塑造很可愛 跟著剛才說的 跟著學學羅 然後他就說不要給胡娃吃 互醉 但是那個蘑菇仔是壞的 還不想撲出來 我們一起搞下去 那一刻 在那一瞬間 就被剛才那個女主角 拿了去 一下子放進嘴裡咬 還要咬他 拍著嘴裡 那一刻好像在咬壞的 那一刻我笑到什麼感覺 我猜到但我也笑到什麼感覺 這就是他的功力 這個我印象中就原作遊戲的模型 而且在這部動畫裡面 佩可他的戰鬥力是升了很多級數 他入版那隻六星那隻 那部變成Destiny那部 不是那個戰鬥 最終形態 他變成一拳超人 一拳超人 連劍都不用 不用用劍 你說不劍被人撻了那個 現在不用用劍 不劍就阻止了他 變成一拳超人 那樣就 暫時我看這集數 看得很開心 作為一個原作的粉絲 我也看得很開心 還有結尾有一個鏡頭 最後那個畫 好像吸完印仔那一刻 那個男主角拿著飯糰給個骨 很和真 還有他吸引仔的就是 我們每天登記的時候 我們等開印仔 你們玩開的看得更加喜歡 所以感覺挺有趣 還有時間線也挺有趣 因為我印象中 遊戲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原作打遊戲的時候 就是說主角進入城鎮 生活了一個月 而這套動畫 就是說他剛剛到城鎮 他應該可以保養這一個月 所發生的事 因為這一個月 男主角很忙 其實所有的女角 在這一個月裡面 全部都認識 而且都有一定的好感度 即是男主角一個月 搞見那個 對 之後我們的劇情出去 就看到男主角 剛好遇到一些女人的時候 可可樂就在那裡說 這個女生沒見過 然後男主角在那裡說 叫你好 主人你真是 人物很廣 他是去到主線劇情 很認真 說他在打的時候 然後敵方 準備好開拖的時候 突然走出來 喂 這麼巧 好像以前讀書 你每班裡面總是有一個人 那些人經常叫他做交替之星 男也有女也有 就是整級的人都認識 連高年級、低年級都認識 走到哪個四階 你總是有些同學 類似這些 類似這些 但右舍那種吸引 不是因為他英俊 或者他擅長社交 因為他純真 因為他失智老人 大家好像害怕他有什麼閃 他也是很純真的 而且很喜歡幫人的一種性格 我第一集看過是挺討好的 所以是挺討好的一個角色 我自己就挺喜歡這套作品的 我沒有玩這遊戲 而我看完第一集 我有些衝動想裝台版玩的 至少是看一些故事 我也有想過 當然我發現玩了太多的遊戲 就未必開了 但至少這套東西 你看完一集之後 你會想這件事 其實我覺得他做到 一隻遊戲改編應該要做的事情 因為近年那些惹的例子太多 而他就是好的那些 那作為一隻遊戲的退縱 這裡的動畫你覺得有點崩崩 那你就進去看遊戲裡面主線 那裡還精美 但你看完之後可能會說 不是 我想再看一分鐘 不是 說六部而已 那邊我以前有想過裝 我看那邊人切和畫都挺對我口味 因為他那種開心仔畫風 有時有些位置就差太多 尤其是因為有些重要的角色 他出場我見到很多人都很不滿 那些角色出來第一個 那些不是崩的角色 那些女人是隱人的 你都經常放開心仔畫風進去做什麼 那些位置就真的 那一刻就覺得不如那鏡頭給大家開心一下 就是了 你就花了一些預算 始終這裡有個原作 真的落差會大過 就是美好世界都有原作 但是那時候你可以 你可能未必每個人都在小說再落 但現在始終我玩完遊戲幕 落差真的大了 因為美好世界那時候是小說的插套為主 那你現在真的很動畫 對 那個落差就沒有那麼大 難怪大家有時候會投訴一下 但那是一套你要看一看Happy的作品 沒錯 那這套差不多先了 我們都很推薦大家看的 那下一套就比較微妙了 就是這個社長戰鬥的時間到了 嗯 那那 那氣氛就好像倒閉了 那這一套呢 有一點點像上一套的走向 就是又是一個男生和一幫女生 就一起一起去打野 不如說一下他 第一集做什麼先 好啊 簡單來說就是有個男主角 有一天他的青梅竹馬就約他去見面 就說有些很重要的事情跟他說 那個場口就搞到 好像準備在一個什麼命運之處之下告白 那樣的樣子 難道他會跟我告白 結果他之後就說 嗯 我有些事情覺得可以跟你說的 你們來做我的公司的社長啊 男主角的爸爸 就是男主角的爸爸 原來就是那家公司原本的社長 但是就走了 那還沒說什麼事 現在就叫男主角過來就說 我覺得你很適合做這間公司的社長 你們來做我的社長 但是這個公司的社長是做什麼呢 其實社長就是要帶他的下屬 他的員工出去打怪 打完怪就在裡面賺經驗啊 賺了一些items啊 賺了一些打怪的錢回去 公司收入啊 就是這樣的故事 而第一集就是他們說 吳主角我們現在就要你做這間公司的社長 那其實都是踢他入坑的 還說你現在出去找工作啊 轉頭你就隨時找了黑心企業 我這個人就不是黑的 都算是白的 就說白白的啊灰灰的啊 其實黑的啊 讓女主角自己也忍不住這麼說 然後就說 整班連同伙計 全部都是女兒來的 然後就帶了他出去 就說要打怪 就說因為呢 你要過這個試練才可以成為社長 去到呢 有個小朋友 就說想要摘一朵花 去給偉確金 你要幫我摘一朵花給我姐姐啦 那樣 而男主角就是那種好好人的那些 就說嗯 任何微小的一些委託 我去幫忙做的 那大家就說嗯 你那好像以前在寫上的風格啊 但是以前的寫上是走了老的 提醒大家 是的 那麼 而在這個情況之下 那天完成了任務 男主角正式成為社長 開始上班 以後就要帶一些下屬出去打怪了 但這個時候發覺呢 原來有一家公司是完全沒有錢的 嗯 那麼 相信日後就是 說他怎樣要出去打怪啊 怎樣再有其他公司的人 就跟他爭啊 競爭啊 那些故事 那其實都是一些 類似冒險打怪的番 但是呢 我看到一集之後呢 不是太大興趣去開之後的集數的 我看完第一集呢 我覺得不覺不失 沒有什麼特別差 但是沒有什麼特別好 是的 沒有什麼興趣在第二集的 我聽到是 那順帶一提 他套東西的人設呢 就說 奇羅羅的 是的 是的 都有一些親切感的 但是我看到那些人呢 我就覺得 那些角色不是太討好 我自己覺得 因為你只能覺得 以前奇羅羅動畫那一隻 出來的 就是最後那個性格 會比現在這裡 嗯 就是他不是很差的人設定 但是 不知道阿望的眼睛是差那麼低 那我之後也有看幾集 譬如他之後呢 他們就發現了 原來他爸爸是有遺產的 但是那些遺產呢 就捐贈了給博物館 捐贈了給博物館之後呢 就說 我們可不可以拿回一些遺產 可以的 你給回一些遺產稅 你就可以拿回一些遺產的了 但是我沒有錢的 但是你也要給遺產稅 那怎麼辦呢 那就出去打活動 他們就說 這裡有個活動 很好賺的 你就可以了 去打活動 那是一個這樣的故事 我覺得呢 我看下去 劇情我不可以說你錯的 又不會說差的 但是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很特別的感覺 去令我想看下去 說笑這麼說 雖然不同的作品 但是 如果剛才提到《奇羅羅》 《奇羅羅》 當然就是一些惡搞搞笑的 令我很想看一集 那待會我會說其他作品 就可能是故事吸引到我想看的 那有些作品可能就是打鬥那方面 吸引到我想看的 但是有一些冒險 可能是因為女角那些 就是非常可愛 非常美女 令我很想看 但是這裡 剛才那樣東西 其實都不是不合格的 但是每樣都合格 但每樣東西就不是高分 就變成整體來說 我沒有什麼特別想引到 沒有一些很特別的看點 沒有哪樣東西特別做 很吸引到你來看 而最重要的 這隻原本是一隻手機遊戲 它是推廣的手機遊戲 因為剛才的說法就是 我們開玩笑的說 真的以我的例子來舉 超人高中生 當時至少有兩樣東西吸引到我 繼續看下去 一是故事真的很有趣 第二是她的女生畫得很穩定 那我們就數到哪樣東西 特別釣到我們看下去 就算有幾個東西 多昂糕也好 有兩樣東西釣到我們 但是這裡就是 我們說不到這個點子 很普通的很多東西 而且 又不是特別搞笑 亦不是故事 故事也不是特別好的 所以 你就沒有一個點子 但是你很喜歡看冒險類的 如果說玫瑰有冒險類 你現在會開心 很想看更多冒險類的作品 那你可以看這套 但你說 你覺得其他番組想追 你可以先看其他一些 應該就是這樣去指揮 真的喝淡如水 我不能說杯水不好喝 但是不會特別跟你說 杯水好好喝 記住喝 不會 當然大家記住每天喝白杯水 否則你會 現成神者之石 但是說八字 下一套也有一個八字 就是白藍別鬧了 這套就是異世界回來的 有一天就轉生了 成為了一個落爛貴族 是不是算是 貧窮貴族 貧窮貴族也未落爛 貧窮貴族的第八藍 第八字 即是繼承又沒有你粉 一些好處又沒有你粉 那些這樣的一個狀態 他家的貴族是窮到什麼地步呢 他轉生當晚其實是做了一個婚宴 他覺得很好 既然轉生過來 可以吃可以住 無所謂 誰知過完那晚之後 他發覺原來 他家是窮到 那晚只是沖大頭而已 平時他們吃什麼呢 吃一些硬的麵包 喝一些淡如水的湯 而且他作為一個伯男 其實是很危險的 那晚結婚就是 剛好他帶了結婚 那就可以整屆他的家產 其他的六個哥 是要馬上出走 去其他地方找生活的 即是因為原本已經 家產不是厲害的 還要給一個吃完 其他人什麼都沒有 所以就出去自己找辦法 是的 還要是真的很辛苦 例如出去其他的 就是耕田 類似的 做一些平民的工作 你貴族的身份 其實是形同虛設的 而這個白男過來 那怎麼辦呢 然後想辦法 毒害哥哥 搶會身身監回來 但是就算你毒害完回來 搞那麼多東西 其實家裡也沒什麼錢 即是怕買毒藥的錢 比你更貴 可能是的 你想想一下 他說到他爸爸是不識事的 一個貴族的領主是不識事的 這是什麼設定 還有他每天主角要做什麼 主角負責就是執策 因為他要自己獨力去處理自己的生活 到最後就讓他發掘到他人生成功的一個原因 他有一天發現了有個水晶球 輕輕鬆鬆就可以檢測到你有沒有魔力的存在 這樣就一檢測下去 接著那塊玻璃就失敗了 這麼熟悉的那條條 然後呢 超能魔法師的那條條 附近就有個大魔法師 大魔法師的東西就說 看你骨骼精奇 你都適合做我的徒弟的了 我就把我的筆生絕學教給你 那他不是火人斜身來的 但其實師傅那段到最後是有些轉折的 我覺得是好看的 那當然這個白藍學了這個技能之後 是不能顯露於人前 因為其實他也說 在這個領主的家裡生活 是不能顯露太多 因為如果你顯露 你的成計人就是他的大腦 就可能真的會謀害他的 即是免你待會危害我的位置 他中間也有一段大仔在懷疑他 會不會搞些什麼特別的事 想跟我爭取家產之類的 然後他就立即感覺到不對勁 跟他爸爸說 爸爸我要做冒險者 即是他就繼續學魔法 學到最後就學成了 時間一轉都轉到他大了一點的時候 就去了學校那裡 到這一部分為止 然後就好像那一套 之前那一套 能力直平均直那一套 然後進去又有一個屈肌 我聽到好像那套炎酸 這套其實我覺得是好過炎酸的 因為炎酸那種 怎樣去拿能力那方面 是很噁心的一件事 對我來講 即是你無緣無故 國家 如果我爺士鎮拿衣服給我 我就比你一群人厲害了 隨手拿去看 原來我已經要國寶級了 然後放學走過 看那個最後大佬有什麼東西 這裡的白藍 雖然他魔法天分厲害 但是他也有些東西要困難一點去做 是 就算他說他真的是龍奧之吶 都還沒有龍奧天 第一集我本身是很反感 他一開始已經 展示給你看他之後的成果是怎樣 嗯 他也展示後宮給你看 這件事我是不喜歡的 因為如果他一開場 就是說他轉生去他小小的時候 即是一開始是小的時候 就會好一點 感覺會好一點 但是之後他二三四集 其實他經歷的東西是比其他龍奧天作品 有一點點多多的推出的 我就覺得暫時就不厚心 也都可以繼續看下去 暫時都OK 就是不厚心的 對 反而是第一集趕少少客人的感覺 即是說第一集又好一點 但是第一集又不是差 是個概念的問題 好像我剛才說的那些 哦 但是第一集呢 就令人趕客的 就不單止我們剛才說過的位置 有些位置是令人黑人問號 網上也挺有很多 之後展轉發展 發現原來是中國B站那邊播放的版本 就是會用了這個版本的開放 而如果你看日版那邊的資料的話 也是用了原版日版的OP 其實我整件事都很奇怪 不是說趕不趕人家的資料 當然你買了版權回來 像香港的電視台那樣 我買了一個版權回來 我買了一套梅秘詩都可以叫陳偉廷唱主題曲 但是誰是陳偉廷 沒關係 但是你想起這件事就是 你買回來在網上播就是 Selling Point 說我買了一套日本動畫回來同季同步播 但是你又塞一些強國東西下去 就好像明明開一間日本菜 你一開出來跟我說說驚刀骨食那樣的感覺 其實你以銷售一件事來說 那個精怪 我覺得 我又怎樣說好呢 其實那個情況給我的感覺 有點像以前TVB那些 自己配一首歌下去 即是跟你放世界大錢 抹黑宇宙鳥那些 那些我可以繞一下 因為要給小朋友 因為他那些 因為那時候 他是整首歌都作了 全首歌都會作一首歌詞 找個人唱 他又不是的 只是開頭的 chorus位那裡 他是變成另一個人唱的嗎 對 不同的 完全不同的 唱幾句之後 之後就剪回到日版 即是五首歌頭幾句是郭靖安唱 之後是ISSA唱 是啊 差不多到 那當然 那感覺有點奇怪 那當然你說日本歌都會混其他外文 但問題是這隻混的情況是打到 你現在整隻換了它 對 對 你有些不倫不類 你搞到看那些人都不知道幹什麼 你混的感覺出來就有點奇怪 即是那隻歌本身 曲風 或者是什麼 是日本歌手來的 我不可以評論你說不好聽 或者不match 但是這個做法不太好 不頂不屌 即是一天做就做完它 一天就不要做了 一天就整隻歌換了陳佳婷唱 那就差不多了 這套整體來說 我可以說都不算滑隊的 都叫做 你真的喜歡這類作品都可以立一下 我覺得是可以 不過第一集就講一下一點 頂到第一集就可以正式判斷 是啊 那大家可以自己衡量一下 但是下一套要講的作品就不同了 除了推薦之外 這台你看第一集 我覺得已經吸到你繼續看下去的作品了 對於我來講 只是兩隻字我已經足夠讓我看的 變成了我們信心保證 笑發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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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賺笑發鈴 對 我們什麼時候真心變成笑發鈴粉絲 一向都是假的 不是不是不是 橫戰之前是假的 橫戰之前是假的 橫戰的時候是真正愛笑發鈴的 我們最賺笑發鈴的網台 這套東西呢 我還有多個題目 不過我稍後再講 這套東西呢 其實它的故事我覺得是挺有趣的 對 因為它就是 啊 先說一下 這套就是 轉身成女性向遊戲 只有破滅N的 壞人大小姐 嗯 對 那這套東西是說什麼呢 就是有一天 她又是轉身的 就是這樣 一覺醒醒就無緣無故去了另一個世界 但是她去的那些就不是 平時我們見到的那些異世界 就是無緣無故被雷劈死了 然後就過去 她在那邊其實一開始已經是 她沒有了她之前的記憶 沒有了前世的記憶 轉身前的記憶 那她無緣無故有一天就 是一個刁蠻大小姐 想起她以前的 咦 她是砍崩的頭 是呀 砍崩的頭 有個很可愛的十字印 有個劍心的十字印 用Photoshop也要上去 對 沒錯 那其實 說一下第一集大概說些什麼 對 那她就想起她前世是一個怎樣的人 那 也都想起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位置 就是她以前有玩過一隻Game 就是一些 月女Game 月女Game 秋仔Game 秋仔那些東西 她發覺自己的名字 就跟那時候打一隻Game 裡面那個壞人 就 反派的那個女角 就一模一樣的名字 跟著剛好看那些角色怎麼那麼熟口面呢 咦 這個不是裡面的男一 這個不是男二 如果我是在做那隻Game裡面的女角 我就是選攻入誰 但問題有這兩條線呢 就是我現世我這個八婆去左溝著她 就是我就是做反派的角色 這個角色怎麼那麼熟口面的 preserve 這個王子民那個時候我女主角去追追追追看 誒 如果是 compute end 我現在就是會 因為她想 那種叫謀開的女主角,我被人流放 那是後面怎麼辦呢? 不是這個女主角死了之後被我追求 不是,是那個男主角一刀騙死我 就是說我後面就被人流放 後面我就被人騙死 就是我不是那個混蛋了 那個女主角是玩熟到 所有後面都知道了 所有的路線啊 那些後面都記得了 任何的細節都記得的 現在就是類似中世紀貴族時代的時空 而他記起那些就是一個現代女學生 高中生的那種宅女 那他想起那時候 他的記憶已經不行了 那時候他原本是九歲 他就變了十多歲的女生 去判斷現在發生的事情 其實他在撞到頭前 他還是一個刁蠻大小姐 我肯定他長大了 一定是變成玻璃面具 那些八婆 就是那些八婆 就是虎虎虎那些嘛 那現在他就 因為是撞出 撞出頭 是二十二出偷人蘋果那些 哈哈哈哈 那最後要被美羽按在地上 MMA 是啊 他結果就是被人 這個就是back end 他就是給人MMA 是啊 是啊 是這些就糟了 那原本就是 那我就是怎樣的 那為什麼會前世轉了生角 就在前世就是窄到整個家裡打機 應該就是敢武童那樣 就是這款那一隻 那就死了 那他想不可以 我今世一定安詳萬年 我不可以再這樣死 我可以想辦法 在這裡 不會走到back end 所以他每認識的角色 有時候都會想說 我怎麼可以不走到back end 但其實呢 因為同時間其實 他也是一個天真小妹妹來的 雖然他現在是女高中生的那一隻 十多歲 但是其實他那個人裡面 都真的是一個普通小妹妹 沒有被世俗污染的 是啊 都是很單純 又很遲鈍那一隻 就是那些男生喜歡他 都不知道那一隻 然後現在他在這裡 就一來就要好像很計算 做自己很大個 很成熟 看貓子去 論這個世界 一些發生的事情 但同時間他也有個天真嬌 所以加上化學反應就很有趣了 那加上他也有前世的技能 就是這個扒船 還有 他想研發 就算我真的破不了關 我都有一些生存技能 那他就去耕田 就算我真的被人流放 我還是有些什麼都可以耕田 還有很有趣就是 因為他遇到那個居角色 其實原本呢 要不就被他欺負 要不就被他搞到雞犬不靈 有小到大都被他搞到 即是他這個角色本身就是令到身邊的人 各個痛苦 而身邊的人各個爭奪他 但現在因為 他一來他人醒了 他變回前世很天真的性格 二來因為他又想走回去 不要走後面 他又會嘗試做一些好事 但其實他也是真的好人 所以加上 他現在不單止沒有令他身邊的人痛苦 不是身邊的人各個爭奪他 就變成身邊的人各個人都很喜歡他 是 是 那些男主角原本應該是要走去 被那個女主角追 或者追那個真正的遊戲的女主角 就變成那些男主角現在各個都想追 是 那原本應該會爭奪他的女角 或者會跟他爭的女角 爭重那些 就變成現在好像跟兒子爭他 爭了一份 有個好像走過去玩八俠那樣 那變成現在圍在一起的那個 你本身看一個好像 那些群像劇已經很過癮了 再加上這個 本身去反派大小姐設定又有趣了 而且 這遊戲原本是有一個女主角的 那個女主角 那你知道她遲下一定會出場的 是 那到她出場的時候 現在我大家在想 會不會那個女主角變成了反派 還是會不會是有趣的 但是像是那個女主角都喜歡 我不知道 那我暫時 因為剛剛就出了第三集 我看了半集 女主角都出來了 應該是第四集 第四集 第四集都出來了 那我剛才已經有一個位置 我笑到糟糕了 因為她女主角應該是跟男主角 就是每一條線都會有相遇 就是一見鍾情 有些原因 其中一個就跟她定了婚那個 王子 福克的王子 當時原本的遊戲 那裡 就因為那時 那女主角就說 擋失路 我要爬樹 上去 看看我現在在哪個位置 所以就上去 但不懂得下來 那男主角救她 一見鍾情 這樣 現在來到這裡就說 爬樹沒什麼 原來有人跟你一樣都會爬樹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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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沒什麼 都不夠你爬得快 這樣 即是那男主角覺得沒有什麼特別 那竟然將這個驚喜 小時候已經接納了 所以現在覺得沒什麼特別 即是本身那男主角應該看到這個真正的主角 覺得很特別 因為他覺得 不是很厲害而已 我的女兒更厲害 那就是玩這一種的GAT 我覺得是非常有趣的 而且看路線 和OP看 就應該女主角是會混合真女主角的 我自己的感覺上 不是 是真女主角想混合她 應該是 而且很有趣 原本那個設定上面 例如那個弟弟就是被欺負得很慘 現在那個弟弟欺負得變了者控 而且因為是異弟 那個弟弟就經常覺得旁邊的情敵 然後原本的王子就是經常給他一個詛咒 就是說 你搞到我的額頭又可以了 你跟我負責任 那就要脅他 現在變成他跟他說 你如果有人喜歡 你不用理我 我分約 我們找另一個啦 我的傷好起來了 我好起來了 你找另一個也可以 然後他就說 你真的很像 現在那個王子是真心想混合她 變成 我剛剛看第四集那裡 女兒就說 我的傷好起來了 你不用 你不用負責任 不行的 還在傷 不行的 然後把它倒轉了 然後女主角應該要有 的東西沒有了 但是他是無意間做這些 出來就很有趣了 是很有趣的 即是有時互蝶效應你會看上去 我覺得劇情方面也有趣 而且本身SILVER LINK的特色就是它的製作得數也不太好 但也不太好 我覺得在這一套也算是發揮得不錯的 我已經談過一件事 我覺得SILVER LINK這幾貴 我總是有些東西賺下它 但它那些又不是作畫要精細那些 我們感覺上它近來很懂得選劇本 即是選到一些故事 我可以不用幫超多預算 燒錢去燒 就不用搞到亂了 但又可以出來的故事 大家覺得有趣 那就會很喜歡這套東西 其實上規防震也是這樣 上規防震就是它那不是燒很多 它是多預算了 但那不是那一隻要燒錢燒什麼電影級數去打那一隻 其實以SILVER LINK來講 以SILVER LINK來講 其實上規那一套經驗是over 即是叫做很大預算的做法 還有它那些動作位都可以處理 都可以的 所以我覺得它SILVER LINK近年都很平穩 這麼貴這個 不用很高預算 但是故事又吸收到它 而另外一件事 我剛才說想看的東西 就是我自己私心的 內田真麗 今次它配音 它是女主角 因為有時候它自己腦裡面會跟自己爭論的位置 即是以前那些天使與惡魔在罵 但它現在分了幾個 記得是六個 五還是六個 我記得是不同心態的它 在這些位置看到它配音的表現 我覺得是OK的 即是一個是很謹慎的 一個是很花痴的那些 它是要全部不同的感覺 它都做到了 做到了 還有去CVList 那個很好看 CVList 就是什麼很謹慎的女主角 沒有哪個的女主角 花痴的女主角 就一排有田真麗 挺有趣的 童貴 輝夜姬也有這個場面 但是我自己會推薦內田的做法 雖然古學葵也做得OK的 我也OK的 兩邊我是選擇這個 是 一定是 我覺得這套是值得看的 這套我們幾個很推薦 我們是很推薦 其實看得很開心 因為你說清翻了這些 有時候是為了開麥克風的 可能看了兩集 就會再去看下一套 方便開麥克風 但這個我看一看 已經不覺得就看了三集 一集會接到 很想立刻看下一集 我們也很推薦的作品 今節來到這裡 也差不多了 而接著那一節會說什麼 四套都是有關機械人的作品 不過四套有點不同 我們再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第三節動漫戰隊繼續